萬頭鑽洞 這是南韓離泰院出事前的萬聖節狂歡 根據南韓媒體指出 29號晚上大約10萬人從雙巷 湧進這條不到10公尺的斜坡窄巷 竹巴街本來就人多 坡度又斜相當危險 而且傳出疑似有名人現身 導致人潮在窄巷中推擠 造成人踩人意外 湧起到村部南行 南韓消息 踩踏意外超過150人死亡 數十人受傷 有目擊者點出另一個 可能失控的原因 南韓民眾質疑簡力準備不夠 疫情後 窒渡能大解放的派對 人多地窄 狂歡過度 樂極生悲 提供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